Miradio在YouTube频道 Miradio在YouTube频道 思考独立 一个时机 卷土再起 天地有争气 主持 姚冠东 阿云 好 回来第二节 第一节我们讲一些关于艺术创作 对于一个社会的影响 学术 其实很重要 这件事的确是 我讲了一些 举个例子 例如现在一些年轻人 可能我们叫他做 2000年打后出生的一些年轻人 现在都是十年二十岁的那批 他们对于 可能我们老人说 八九十年代 多么风光 没有概念的 他还没出生 那么他怎样可以去 了解那件事就是 他一开个例子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第一件事 旧时就冲了到时刻 以前的时代 已经全毁灭 不要想我们能够回去 以前的时代 是没有想可能 是任何的 请注意 是任何的 是什么意思 在任何情形下 我们已经 回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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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记忆里面 的一个再体 的一个 可供 大家研究一下 去怀念一下 我们是回不去 但问题是 So Seven said that 就算回不去 但我们 可以重新 建构了一个 新的美容 这件事 亦都是 我自己的 看法 就算在最 如何艰难的时候 如何难受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继续去 做创作 或者继续去写文 也好 无论是文学 艺术 舞蹈音乐 即是文学 即是 文学 即是 所有的艺术創作 所有的艺术創作 我们的生命 艺术就是生命 生命就是艺术 两个是分不开的 所以 如果没有艺术 就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 就是什么 所以 所以 我会觉得 回不去 百花齐放时代 回不去 但不要紧 总要我们 依然有我们 记录这一种 时代的一些 创作 记录我们这一种 时代的一些 艺术作品 是吧 最重要是 不要放弃 即是这件事 不放弃 你才可以继续坚守下去 什么叫做 留下来的人 不能是一句美丽的口号 留下来的人 也不是一个 你觉得很帅 留下来的人 如果你不移民 你不走 你留在这里 你继续生活 继续下去的话 你就要 帮忙 无论你是任何 什么政治立场 你都要建构一个 可以给自己 去 去继续活下去 的 你都要找一个 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是不是 亦都去活下去的坚持 你坚持做什么 就是 坚持用你懂的东西 就是 去做一些新的作品 是不是 那些新的作品 什么都不能说 什么都不能说 什么什么 什么 动一下脑筋 是不是 我们正在经历的 我们正在经历的 不是一新的 在浩瀚的历史里面 很多不同的国家 很多无论中外 很多不同的国家 民族 所有人民 人类都经历过的事情 那人家怎么过 我们又有我们的方法 去捱下去呢 这件事情 就是考验大家的韩力 什么叫不要放弃 什么叫什么 我们要继续去创作 继续去试 你不批就算了 就是要这样 是比以前辛苦的了 是比以前狭窄的了 但是狭窄里面 狭窄里面 都是要走下去的 没办法 香港人 这个族群 这个民族 你信封信水了几十年 到这个时候 就是真真正正 考验你香港人的时候 什么叫留下来的人 就是要努力坚持 坚持 坚持下去 继续做下去 做创作的继续创作 所以 就算我本人 虽然现在是在炒信 但是我没有放弃过 对艺术的坚持 其实我也是一个少林足球 其实我心底的何尚 不是想成为一个舞蹈家 多多斯拉 多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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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成为一个歌手 和成为一个艺人的梦想 是从来都没有失灭过 我滲了一段火 是不会失灭的 这些就是一个艺术的记录 则坚持 其实这一套电影本身 也是一个艺术的记录 是的 就是少林足球 他自己也是一个艺术的记录 周星馳 你说他什么政治立场都好 你也不能够否定他在这九十年代 一直来到为香港电影的贡献 这个你没有办法否定 事实上真的 你随便会捉个鬼佬 不认识的 他可能说得出Jacky Chan 但是Steven Chow 这件事没有办法 事实 历史就是历史 不要将自己封锁在以往的时代 说以前怎么好 不要说以前怎么好 是未来怎么再重新做 盘子就放在这里了 你就要怎么做 你就要想 明明做不到东西 就历史了 就开梯田 明明沙漠做不到东西 就历史了 你是不是想着 怎样引水过来 是解决问题 而不是自怨自艾 是吧 就是 为何讲这么多这些P&M 其实讲了七八分钟 这都没关系 今次我想讲这个 历史了 我没有臭 是这些人叫做鄭崇泰 我现在历史了 就是讲这些人 这么历史的热狗 鄭崇泰 这宗新闻 你落井下石 当然是落井下石 这些混蛋 怎敢只落井下石 屌你老母 他跳了落井 我还要绑多十块石头 让他沉凑得快 屌你老母 上面还要用红毛泥 屌你老母 让他永不招生 这样才过来人 你明白吗 这些就是反骨蜆 这些就是臭屌 这些就是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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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 这件事当然是什么呢 不断说一下 当然他是被人DQ 就因为最新鲜出炉的 资格审查委员会 资格审查委员会 好笑 我在《港丹新闻》之前 我说谭耀宗说什么好笑 谭耀宗表示 郑重泰过去几年 在立法会的表现 大家都知道 曾作一些对国家态度 极不理想行为 例如为人所知的 倒叉国旗和屈其安 后来也和反中乱港人士 一起做了一些事 这个谭耀宗说的 他承认国安法实施后 郑重泰的言行有些转变 但相信资讯会不会指控 对方只一年半再表现 亦要就他一直以来的言行 是否真心真意拥护基本法 效忠特区以及综合判断 他引述资讯会主席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的说法 就指就算短时间内 装成其他模样 委员会也会全面深入地考虑 对方是否信得过 这句说话里面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句虽然是谭耀宗说的 但其实也代表了 资讯会主席李家超所说的说话 现在这个信不信得过 是这个资讯会的结果 是完全只是基于李家超他们信不信得过 而不是国家信不信得过 而李家超有怎样去衡量制定 谁信得过和谁不信得过呢 可能国家信得过 或者中共中央中央信得过郑松泰 其实可能中央信得过郑松泰 如果不是 不会让他一直在 是不是 如果不是拘捕那么多人 一只热狗都没有拘捕 为什么 是不是 对于这个组织 是不是 黄阳达那时候五十多宗 2014年一宗都不告 是不是 为什么呢 原因在哪里呢 其实可能 中共中央 中央是信得过这班人 是不是 如果不是 怎么会是他呢 他可能信得过 但是李家超 凭什么就说他信不信得过呢 现在没有的 他一直都没有说 没有实质 你哪年哪月哪日做过这样的事情 甚或乎 他那宗杜插国旗案 如果你是基于他杜插国旗案 那你就说 但是他又没有说 这个资讯 资格審查委员会 是不是 现在这个所谓的 完善选举制度最优美 最漂亮的地方 就是这里 你永远不会知道 为什么你不合资格 是他们说你合资格 而这个是他们 亦都不等于全部 是说 喂 那那个 最吊诡的 那个位置 大家看看他 最吊诡的位置 知道在哪里 就是李家超 你又怎么知道 那个信不信得我 是凭 谁信不信得他过呢 是林郑信不信得她过 整体行会 信不信得她过 中联办信不信得她过 还是中央信不信得她过 到底是 那个信不信得过 那个消息 或者那个决定 是怎么来的呢 作为这个资格審查委员会 你有个会议 用公帑 你有个会议 但是你怎么决定 这个就是 我一直以来在问的问题 问题而已 我没有批评 我问题而已 我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批评我 喂 阿泰 又贵又含又乃了 已经是 贵又含乃 做齊了 吵你了 张开个屎眼 让你吵你了 整条大红插入 你见她 就算她被人疼了 她都表示尊重 她这么厉害 她都没有表示憤怒 没有表示屌尼 遗憾 她都没有说错过 我刚才所说的质疑 遗憾 你明白吗 我刚才所说的 是一番对于 她说她是预言之中的 他们觉得是 所以我就告诉你 你听你这样的 屌尼老母 鄭重泰 你是什么懒的 你是什么 什么的质素 谁人都知道 无论从耳正 从你屌尼老母 一直以来的言行 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除了热狗拜你之外 大家屌尼老母 心知肚明 心清眼亮 你要活在你自己 那堆热狗里面的 你就活得无所谓 这是李国夏里老哥的自由 但是 我们在热狗外面的 就看到你是一条 混蛋 是一条 反骨仔 是一条 屌尼老母 一早就知道了 看得出了 是不是 总之 人家说什么 你就唱反调就行了 屌尼老母 又说这些又言 这些又嫌怒 屌尼老母 我都很废话 引你这些言论出来 大家都明白 好吗 好了 现在你没想到做 你不但不想反抗 你都会批准的 你都没想到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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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你都不批准 你都不批准一声的 然后 你敢批准什么 你批准回头 走推你后面 推你上去的那个人 就是教主 批准你老母 我批准你老母 鄭重泰 跟着你在Facebook 寫什么 批准你老母 反而是走来埋怨无欲民 我批准你老母 当年哪个人 我自己的选区都不批准 走来同理拉嫖 你这个犯骨仔 批准你老母 是吧 喂 你批准你老母 教主自己的议席都不批准 那当然不能给你资助 你有人工收 你有十余东西收 人工是批准你老母 你有人工收 当然是不资助你 那三皮东西帮得你什么 是吧 是吧 你有十皮东西 你再说一次 这个是他cap 他自己 我想是Facebook的留言 有一个网民 就跟他说 没有人想和反鸡仔吃饭 当日可以出卖毓民 再屈人叛变 今天同样可以出卖任何人 那郑重泰就回复他了 是黄毓民出卖我们 他背叛选举联盟 推翻自己参选政綱 不过他自己心潜在台湾 我一直礼貌上不会说他 如果大家想听 今晚议政 我可以说了两节都可以 我说了十节都可以 吵你老母 我只是吵你老母 我只是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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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这些 这些是人说的东西 是黄毓民出卖我们 第一句 是黄毓民出卖我们 即是指责黄毓民出卖 他背叛选举联盟 背叛这些字眼 用这些 是不是 推翻自己的参选政綱 哇 黄毓民越南 那么坏 即是他这些字眼 是完全 完全是经过吵你老母 在精心计算的字眼 即是一些网络 吵架 抹黑别人的 一些常用字眼 跟着说 不过 还要参多的话 他自己心潜在台湾 因为教主现在的身不在香港 都是一个网络 很多人 谈论的 即是谈论的 点 即是说 他都走了 还要这样 即是说这一样东西 即是特意 他心潜在台湾 我一直在礼貌上 不会说他 即是觉得自己不说他 就是一个礼貌 我就一直在礼貌上 不能说你热狗 吵你老母 很多年 有听过节目 七至八年的人 可以做症 很多网友都听过节目 很多年 我一直在东平州到现在 我都不能说你热血公民 我都不能说你这班契弟 就算你和教主决定了 我都不能说你了 因为为什么 我们就是 大家觉得 就算了 我不搞内斗 我不搞内斗 外人 这些风风雨雨 对整个大局 是没意思的 是没意义的 其实我都觉得 我现在说你 是很没意义的 是不是 我一向都不喜欢搞内斗 不喜欢搞是非的人 我一直都是这样 大家合作来不合作去 各有各做 我没所谓的 你经常都说 很多次 很多次的 接着你就说 他说自己心情 可以一直在礼物上 如果大家想听 我可以说了两小时 还有 你敢这样冤枉他 背叛选举联盟 推翻自己 参战政纲 现在是哪个 塞过永族 基本法到你的政纲那里 你了 一直 一直 从来没有改变过 遇文就是说全民制宪 是从来没有改变过 他从你了 2012年 到2016年 全民制宪这件事情 没有改变过 或甚至更耐 或甚至更耐 社民连时期 已经在说全民制宪这件事情 没有改变过 是不知道哪个契狄 突然间变成永族基本法 不知道是什么 什么 我那时候节目也说过 2016年选举的时候 我节目也说过 什么什么 永族基本法 你屌你了 我拒头 原来就是陈云根的精神病 你屌你了 说出来 觉得这样是好些 那时候很简单 你们说的那个政纲 很简单 就是你们五区都选 选完进去 然后辞职引发公投 这是你们的说法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是不是 而全民制宪一直都说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谈 为什么哪个契狄 说了永族基本法 这件事出来 是不是 你现在反了 反过来说 背叛选举联盟 我屌你老母 是哪个 是哪个 是哪个人 坚持要将永族基本法 放进去 然后骑劫了你的政团 你不要以为 我不能知道 我狗仔 你不要以为 我不能知道 而你 你的家人 我也知道 是不是 你只不过 你知不知道 你一路亂斩着的权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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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豆 真的觉得你是一个聰明 在立法会 屌你老母 名成利咒 作为立法会议权 你才一直乱斩着那个位 我告诉你 是不是 是不是 好 不过你现在不要 不要紧了 你人都死了 不是 不能做 你人都瘋了 你人都瘋了 他说到他们 我不去質疑你了 你们这么神机妙算 一切都是预料之外 被人懒罩 都是你预料之外 你竟然这么多预料之外 我相信你会有Pan B 我觉得 那你就继续做 你就做你自己觉得 认为对的事情 没有所谓的 我觉得这件事 我已经很与人为善 你觉得这条路线是OK 適合你们政党的发展 你就继续做 你还觉得你们热血公民 还可以参选吗 你还觉得你们还可以玩这个游戏吗 是不是 你现在已经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是不是 那就不要紧了 你DQ了郑松泰而已 未DQ黄梁达吉 没有DQ你热血公民 没有DQ你热血公民 又是 你出来选 一边选 一边拉 拉链上写真 没所谓的 拿着一本写真拉票 你了 你有什么所谓的 是不是 即将来如果我参选 我都拿着一碟菜 那这样派街坊吃 不过这个是违反选美条例的 我当然不会做 没所谓的 这一世间 笑贫不笑窗 没所谓的 你要钱 你要挖水 是不是 你要养人 黄先生 那个白色眼镜 那个黄先生 叫做养妻活儿 你不做这些 你做到什么 在社会上 你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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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两夫妇 你做到什么 大亨 没人笑 救死人 大亨 吊你老母 我一直都废了 我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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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吵架 你就profession 网上吵架 你就最厉害 我废了 你这些人 你最厉害 那两夫妻 你就最厉害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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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你们做了什么 我已经不说2014 你们又做了什么 说完 是吧 完 是吧 除了有个立法会的议席 你还做什么 假扮记者 在前线 不是 最可憐 立法会议员 假扮记者 你 即是 他现在叫做完 他这个立法会任期 他自己的任期 DQ了完结 那我们做一个概观定论 那 一直以来 我们都当你是比较 光谱比较近一些 我不要说你是叫激进派 但起码叫亲本土派一些 我姑且这样说 这个应该都是一个 fair comment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在这三年左右的任期里面 我看到的是 万必 或者是朱凯迪 这些我特别是朱凯迪 我很恨那堆左膠的 一向都是 事实上 他们又真的做到些事 虽然没有效果 老实 现在到了这一刻 抗风定论 没有效果的 但是 都起码 比起你这个所谓 激进 激进派的 都好像多一些 那 我可不可以这样去一个conclusion 就是 你是没有做好 选民对你的期望 我说你真的 我觉得阿輝 你应该可以做到 主流传媒的 那些时事评论之谋 你这个评论很大体 我尝试不要用一个 大家在那裡 互插也好 是没有意思的 你现在在那裏 骂来骂去 是没有用的 真的 我骂他 我骂他 是因为他无端端 你自己坏了 我最看不起一种人 就是你自己坏了 你便出来大方承认你坏了 你不好 你坏了 你就在那裏 骂他 他不是骂的 他实际上是 那个问题就是 我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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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串 我都知道 被人DQ 我都算到 那你可不可以早点说 计算在内 在乘搭 住在山顶 在养十只马 用香港人那种 对成功的标准来计算 你不是 你十皮一个月的年轻 我看来 你老闆 对不对 什么懒惰 你都算好了 你这些叫什么 输打赢要 是欲溝酸 一早你捐九孔 你老闆 我都在 我都说过了 你捐九孔 我不是针对你们这个党 或者你这个人 没有啊 我们都是一样 这样捐民主党 一样是这样捐公民党 没有分别 非常客观 你刚才阿辉辉 真的一个很清醒和清晰的批评 是不是 就算你那帮左交 朱凯迪 万必 起码在议会 当时的议会里面 抗俊宇 抗俊宇也好 谁也好 都有一些 就是 大家真的出来 撑出来 有些抗争 在议会里面 是的 有些姿态 虽然我也知道是废 我也明白 但是 他们表达一种奋用的姿态 但是你又表达什么姿态呢 就是 你快必被保安抹 慢必被保安抹的时候 你坐在那里 那这个又是什么姿态呢 接着 你就自圆其说 我们跟他都不是一样 所以他不是我们自己人 所以我可以不理他 但是谁是你自己人呢 谭耀宗 是不是你自己人呢 那现在证实了 不是 所以 在这件事里面 你这帮契弟 你要面对你们失业的事实 你们已经再没有资源 没有任何资源 立法会那份资源都没有 那你就算了 你继续搞动督笑 出去写真集 搞徒独青少年 漫画 那些东西 就继续搞 继续搞你那些什么事 那些事报 是吧 现在我屌你 看见都见不见到 有人分享你的时报的事 可能你剪掉了些人 不够钱 我明白的 这些事 是吧 穷 穷则变 变则通 你老王 你那个什么大亨 将来你落难 你开Uber 我不会少你 是吧 你走去屌你了 帮我手做厨房 我一样欢迎 下话 没有屌所为的 是吧 但是你就不要屌你了 后来没杂料就冲四条 在那里冲靠艇 你去找一份教席都可以 你去教书 是吧 不过有没有人请你呢 现在这样的政治灵势 哪有人敢请 有没有人敢请你老哥 前立法院 郑重泰先生 回到大学那里讲书 不要紧 不教大学不要紧 我帮你认出路 教中学都可以 教補習都可以 现在中学都不是那么容易 现在中学都不是那么容易 你也知道之前有一个教育局 搞那么多东西 出了一张工作纸 都给你逐个字看的 你中学都不行了 真的 要补习 补习 又或者 我带了一条好选择给你 就做些类似Live Dilemmic 那些东西 就说我在立法会的日子 我教大家演讲的技巧 那些都可以的 最惨的就是 如果你说 你举这个例子演讲的技巧 那为什么我不看其他呢 他都没什么演讲过 那一刻才可惨的 就算是慢必 我想到也会有些 不要紧的 他总有客人 那么多人还在货金给他 无所谓的 你就来吧 你就一样继续做下去 真的无所谓的 不过你现在被人DQ 我就觉得 应该一视同仁 追回他的生春 四年生春 这些也是 机关算盡 你想到 你以为你自己机关算盡 你现在就算错一步 我走过街市 很多关心政治的街坊 都跟我聊这件事 他说 为什么 重泰也搞不定 重泰明明都已经跪了 重泰也不行 就是跟我讲的 所以我觉得整件事 我们讲回正经 不要吊死他 吊死他也没用 你不会吊死垃圾 他就说 垃圾 垃圾 吊死你垃圾 垃圾根本上 没有价值的东西 吊死他也浪费了 所以回头 我就觉得这件事里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未必是中央不让他选择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资格審查委员会 就以为 政治超正确 传摸上意 传摸上意 就传摸错了上意 你不会见到 谭耀宗 谭耀宗回应 这件事他都吊死你 我都不认知 我都不认知资格審查委员会 搞什么 可能 这班人有这班人在做 以为这样做是对的 他有他们自己的考量 而他的考量是不需要和公众交代的 所以他们所谓的资格審查委 是不是做错事呢 是否错摸上意 不是揣摩上意呢 我觉得很大机会 要不然 你解释不了事情 这件事就不通了 你拘捕这么多人 整治这么多人 你没理由无端端整治郑松泰 是不是 如果不然 我又觉得郑松泰及义血公文 又没有蠢度 他明知你搞搞我 我又跑去搞你 被他搞搞的 不是 他说他自己 要算了出来 OK 我当你是 他参加 他参加 你参加才会被 他参加 才死的 你要参加 before 所以他就说他们算了 我都说 是 OK 那你又要参加 又要被人DQ 那你现在就 屌你了 那就是现品眼部 是吧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其实未必是 中央的 真是 代表着中央的 整套 他没有需要的 他其实真的可能 就是把他 那时候 插过旗那件事 可能CAP的照片 扔过去 然后说 我DQ 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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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是 把二人治法治化 把本来的人治制度 法治化 即是把本来 应该是人治的东西 就写成 写成 写成 那些 那些港英 即那些官 他们一向 只不过是一班 AO或者是警察出身的人 他们不懂得 变通 他们只懂得 Rules and Regulation 看着程序做 他们跟程序的动物 就说要有个 直接審查委员会 我们就跟这些 12345的规章 所以这件事就是一个 一做 就是 最结果的点 就是 到底你是 因应着这一套的标准 而我去跟着这个标准 来去審某一件事 还是 我已经有个决定 然后我如何去套入标准 来解释 所以这个就是 人治法治化的问题 就是这两个分别 什么叫 亦都不适用于政治 为什么二十多年来 香港特区政府 一直搞掉你的政治 是完全失败 兼失败 再失败 要中央出手打够你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一套 工作的模式 是绝对不适合政治的 而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港英时期 就不想你搞政治 就是这样 回来见